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很久没有上课了 大家不要挂着我 这次我们讲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这个话题 只要你是车迷 应该是反反复复的 都不知道谈过多少次 就是头车和尾车 这两种驱动模式 里面可以讲的故事 是多到不得了 我们慢慢讲起 汽车工业最早期量产 大多数都是尾车的 但其实最早 人们开始发明汽车的时候 是想做头车先的 因为过去几千年的车 都是马拉的 马在前面看着前面 动力在前面 第二就是 有一个很简单的物理现象 就是你拉一样东西和推一样东西 的稳定性是不同的 或者不要讲推和拉 大家有没有试过去快餐店 买外卖 如果你开车的话 你定着外卖 放在车旁边 转两个弯 可能会堵捨 很多人在车里面 只要够掛着它 这样就很稳定 原因就是 当你 加速也好 其实是一个推动力 任何一件事 它有重量 它的惯性 都是和你的推动力作对 比如我举个例子 现在有个电话 如果它的重量 作用在重心那里 向下拉 因为慢用力 如果我上高拉它 即是拉动力和重力 是刚刚相反的 那就很稳定 但如果我在后面 和重量相反 推它 它就会跌下来 这个现象 古人几千年来 就已经很明白 于是乎 他们想做一架 有自动动力的车的时候 都是想做头车 所以你看回那些 几百年前的图片 比如第一架 蒸气动力的车 就是走头车 但是头车有一个问题 就是 当那个车车 它又要转弯 又要有动力 就很难搞 于是乎 你看到第一架 用蒸气驱动的头车车 其实是三轮车 只有一个车 后来有些是四轮 但是转弯 是连部机器一起转的 有些像那些 农夫耕田拖拉机 就是这样 它是有两个车 不过整座机器在上高 一起转 就不需要传动 转弯 由于动力又要传动 又要转弯 对于技术要求太高 所以 我们上一个世纪初 汽车工业 萌芽的时候 绝大部分 都是尾录车 因为尾录车 就是就驱动 一下 前车转弯 而 пред 但是有些人 都是念念不忘 刚才说的两个原因 Deutschland 柄hat 在前面拉 拉的时候会稳定一点 其实在1900年至1930年 很多人尝试做投车车 也有些成绩 甚至乎拿去赛车也行 如果要车前轮带动 前轮转弯 就一定需要一个万向折 Universal Joint 最早期的万向折是怎样做呢 大家一定见过 俗称叫十字头 就是一个十字 前面有两个东西 中间有一个十字 转弯的时候可以令到那个方向转变 发明十字头是一个法国人 叫Caderno 这个十字头Join 我们叫Caderno Universal Joint 它有一个缺点就是 当那个折头转弯之后 它就不能够产生一个均速 即是如果你传进去的速度是均匀 它输出的速度是时快时慢 虽然大家都是同一时间完成一个圈 但是它那个圈输出转忽快忽慢 要解决这个问题 也有办法的 只要把两个打码 头一个尾一个 这样用 就可以把快慢调正 把两个Cadern Joint加起来 发明这个人就叫Hooks 虎黑 于是乎就叫Hooks Joint 今时今日周围都看到Hooks Joint 譬如你看到 那些货车底下一条轴 你就看到那条轴前面一个十字头 尾一个十字头 这个加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 叫做均速的晚向节 CV Joint 有了这件事呢 头轮就可以传动 可以转弯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你转的角度就不能太大 所以我们现在在车里面 仍然是用这种Hooks Type 通常会用在那些 譬如是重置引擎 后轮驱动那些 那条直湿 又或者在我们的载盘下底 那条载深 你都看到这种Hooks Type的 Universal Joint 但是用来驱动车 我们嫌它转的角度不够大 于是有人发明一种 就叫做Tracker Joint Tracker Joint 就像这个图 你看到它可以转很大的角度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这个样子 看下来都知道 其实是不耐用的 那么今时今日有没有Tracker Joint的应用呢 有的 你看看那些玩具车 那些懂得转弯的模型车 还是用Tracker Joint的 Tracker Joint的好处就是转向角度大 但是传动不够力 后来就有一位人兄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 就叫Resepa 他在20年代末期就设计了一个用几个波珠 这样去做 得到一个是均速 和转向角度很大的 但是 它的生产 就不容易 所以一路推广都不是非常之成功的 那么省一眼呢 1930年这个世界就开始打仗了 整件事就好像停下来 直到 战后 那些人就重新开始生活 做回车了 欧洲人呢 因为他面对山路 面对冬天雪路 他很希望 有较稳定的车 所以念念不忘 再搞头车车 最出名的是 Sitron 2CV 大家听过了 Sitron 2CV 那个传动的 CV Joint 是用Hooks Type 所以你见到 它的态 其实是一般的 去到后来 经过有一家公司 叫做GKN 它就将 Recepa 这个设计 改良了 以及它的加工技术 做得好 于是 能够成功 大量生产 这种 均速的 万向接口 如果说起 行头轮 用Recepa 很成功的车 大家就一定会想起 Mini BMC 在1959年 就设计了一部 Mini 特别的地方 就是把引擎 打横放 然后就用了 Recepa 用来做传动轴 结果 令到整部车 在外面看上去 很小 但是 里面的空间 又非常之大 操控性能也好 又很舒服 几十年来 大家经常在 国内园的电影 五斗先生里面 经常都看到这辆脆车 这辆车是不是最早 横置引擎 的投车车 你看回一些历史的数据 其实不是 因为它是1959年才出的 其实在1950年的中期 有些日本车都尝试的 比如Suzuki Suzuki 都是横置引擎 的投车车 但是当然 说名气 就不够Mini 那么厉害 但是无论如何也好 Mini的成功 就令到欧洲人 大举地仿后 这种横置引擎的 投车车 似乎 投车车的趋势 真的好像势不可挡 那我们看看 投车车 究竟 用了之后 整个车的设计 有什么特点 首先我们看到 自从投车化之后 所有车的 车车车都长了 这个 不是主动去做的 可能是 被动或者被迫的 因为 你的投车 做动力的时候 一加速 车头就升起了 升起了没有运动 有什么办法呢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车车车车长一点 令到它的重心转移 没那么紧要 才可以令到 投车的保持运动 所以投车车的出现 就令到你无论是一辆小型房车也好 中型房车也好 全部都将 viewbase 加长了 另外就是 投车车 你 看到了 引擎波霜 全动轴全部在车头 那就是车头重一点 车头重 意味着它 前 悬挂 它要做多些东西 弹弓强度要大一点 下摇臂 力量大一点 负责拉整个车 所以你看到 那个懸挂系统的 变化不大 最终要用墨花扇 下底用三角形的大鸡腿 才能拉动车 后面就不同了 后懸挂 因为它不用做那么多 而且loading又轻 于是 五花八门 有人喜欢舒服 用独立懸挂 有人喜欢大空间 例如MPV 他们喜欢用多数边 诸如此类 但是 总之 就是 后面 是可以做得 很舒服 而且可以按你的要求 更加自由地设计 懸挂系统 这是头鹿车的特点 总体的 效率表现是怎样呢 中置引擎的 后鹿车 它 去到那个尾瓦 始终有一个 追形似 有个baffle gear 转一个弯 Baffle gear的传动 是会浪费了2-3%动力的 而头鹿车的尾瓦 就是一个正齿轮 一个spur gear 所以就没有了这个 损失 因此可以得到一个 比较省油的效果 至于车厢 刚才说的 view base 长了 再加上 车底没有了传动轴 令到震动 少了 所以承载上来 那个NVH 亦都是 更好 最后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就是 汇载的设计 因为 头鹿有了动力 和没有动力 汇载 是会不同的 我们之前有条片 很详细讲这件事 大家可以看回这条片 刚才讲了 一个 头鹿车 和一个尾鹿车 作为一个工程师 你设计的时候 你的考虑的分别在哪里 我们作为一个驾驶者 駕头鹿车 和駕尾鹿车 分别会在哪里 顾名思义 駕头鹿的动力在前面 一加油 车头升起 駕尾鹿车 动力在后面 可想而知 如果我们直线加速 你駕尾鹿车 就肯定 加速是得心应手的 尤其是你的车马力很大 就更加好了 如果给了一个很大的引擎 虽然你执着车头 但是你 用駕头鹿来释放 一给油 那头鹿就可能会线态 所以 如果我们喜欢 进取一些 这样駕駛 很aggressive 你会觉得尾鹿车 过瘾车 很容易会有 强态 线态 动力输出 没有那么得心应手 第二 转弯 就更加 因为你的头鹿 又要转弯 又要给动力 我们知道转弯的时候 你在弯深的鹿 的traction 就更加少 结果在弯里面 比油 那个 动态 就跟 尾鹿 就完全不一样 尾鹿我们说 如果他线你上来 尾鹿是更加容易线 但是如果他不线的话 你在弯中比油 你会得到一个 好一点的 加速力 头鹿 就没有了这个加速的 得心应手的感觉 第三 我算你不是很急加速 在弯里面 你规规矩矩用一个均速 但是因为速度 的关系 离心力 是作用在重心 头鹿车的重心 所有机器 波箱 全部在前面 重心 就靠前 而承受 这个离心力 是靠四个鹿 四个鹿 你当是几何中心 就在中间 所以你转弯的时候 那个离心力 就会把车 咬回正 不肯转弯 但是不代表 尾鹿车就一定是 甩的 如果是 没有这个动力的作用在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 头鹿车 和尾鹿车 重心 都在 中心 在view base 中心的前面 所以这个 由 离心力所引起你的 understeer 其实是 头鹿车和尾鹿车 都是一样的 分别只是一个程度 只会有少数的 工程师才设计到 特意的重心在后面 让它拖出去 以前很流行的 现在越来越少了 没人敢这么做 还有一个比较少人说的 就是 如果你开车 你遇到側风 是怎样的 側风 那个风压 就会作用在车的 几何中心 你打横看车 它的风压 理论上 作用在 几何中心 而 那个 Inertia force 就是惯性的 阻力 就仍然在 重心 我们知道 头鹿车 重心 那么前 你那个側风 就会作用在 重心的后面 如果有风 打横吹过你的时候 就会令到你的车 车尾 就走出去 车头 顶着风 结果 就会稳定了 再加上 因为我们知道 头鹿车 你加速的时候 跟重心之间 是有一个拉扯的关系 令到动态更加 平稳 所以 我们开头鹿车 遇到側风的时候 相对 人 是会 定很多的 如果你开尾鹿车 或者是 后面很大的 是会 会害怕的 现在香港的桥多了 尤其是有港珠澳大桥 大家都会 经验得到的 头鹿车和尾鹿车 如果你遇到强劲的側风 你加油还是收油 那个车的动态 是会分别得到的 有些 货柜车的 师傅跟我说 他们遇到 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他们其实都会轻轻加油 很多蔡西手都这么说 如果你开头鹿车 会脱尾 通常的做法 都是轻轻加油 这个原理就是来自 这条片刚刚开始讲的 因为 因为 你 一个货柜车 对于拖架来说 其实是一个头鹿车 在前面拉着 你觉得有任何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你轻易给你一个拖头 拉架 整件事情 就会稳定 这个就是你开头鹿车 和你开尾鹿车的分别 回态感觉 讲了很多 我不再讲了 这是头鹿车和尾鹿车 最大的分别 但是很可惜现在的分别已经没有 以前那么浓烈 因为现在用了电态的关系 尤其是有自动驾驶 电脑帮你操控的态盘 太多了 令到你 原本由路面 因为Castar Angle 因为 SAI 出来的回态力 减弱了 但是 减弱了都好 还在 还有少少分别 感觉到 讲了这么多 开头鹿车 和开尾鹿车的分别 大家可能说 这些都是 游车年代的东西 去到电动车年代 情况是怎样的 留意到现在电动车 它 有时会行头鹿 有时会行尾鹿的 设计是很 随意 因为它 不需要再考虑 引擎在前面后 我们 将刚才讲的几件事 那个原理放回电动车 我们看看有什么 不同 电动车 它的重心分布 是 比较接近中间的 因为它有大电池 所以我刚才讲 转弯的离心力 作用在 重心那里 令到车 是oversteer 还是understeer 在电动车来说 这个 是相对是会弱一点的 因为它的重心 其实是很接近 头尾轮的中间 所以离心力作用 没有特别的 令到它是under 或者是 over的 这个是电动车的 其中一个很大的优点 第二就是 侧风也是 第一个重心很低 第二就是 它的重心是 靠近几何中心 所以由侧风 对电动车 所引起的 不稳定 也是相对比较少 比较稳定的 那么你就 很清楚你的态感 都知道 它会令到你的车 走来走去 但是 由于 多数的电动车 都是 有一个 自动驾驶的准备 所以它的电车 回态力 它设计到 差不多是很主宰 整个 车盘的动态 那么你由 车轮 收到回来 那个讯号 其实是相对于 传统的油车 的话 小了很多 所以 头车的电动车 和尾车的电动车 铎上来 有没有分别 我的经验就是 都有少少分别 但是这个分别 就不是 那么容易找到 如果你有经验 或者 내가很细心地找 仍然找到 但是 也是那样 去到极限的时候 就这样 那个driving wheel 过了极限 又没了 traction 不断滑的话 那么 那边 就会掉下去 但是幸好电动车在这方面是比较好 因为它的控制遇到有不稳定的状态 线态 它由电脑收回来的讯息 做一个决定就不再像油车那样 我收缩车 收点火系统 再拿你的brake 诸如超你搞了一段时间 它直接就在马达里减了动力 这就是最大分别 所以很少人去说电动车头尾轮 我脱离上来会怎样 是比较少因为它的稳定系统 作用于车轮那里是比较直接和快的 这个就是在电动车年代 头尾轮和尾轮之间 那个分别就会比较弱化了 我们今集说了头尾尾轮 发展的历史 设计的特点 和车上来有什么分别 这个只要你是车迷 对于这个话题永远都会感兴趣的 我们下一集会讲更加精彩的 四驱和四驱大家想来想去都想不明白的 Talk Distribution 记得留意 如果喜欢这集内容的朋友 欢迎你留言点赞 还未订阅的话 快点订阅和按一下小铃铛 多点留言和分享 还要follow我们的Facebook和IG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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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